这也太刺激了吧 亲兄妹版幻成恋爱 兄妹隐藏身份谈恋爱 一不小心就嗑到真顾客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局 今天要讲的节目是 幻成恋爱前两集的导演 新作恋爱兄妹 熟悉的狗血抓马 不熟悉的人物关系 亲兄妹要装陌生人 还有当着亲人的面谈恋爱 光是想想都脚趾扣低了 不过受折磨的是他们 我们开热闹不嫌事大 当然是气带直拉满了呀 男一载恒最先抵达小屋 因为实在无聊 他就只能玩沙发上的抱枕 女一士成进来后 两人原本很正常的打了个招呼 但士成一和载恒对视 就会笑出来 载恒主动给他拿了毯子盖腿 聊天时气氛还有些许的尴尬 士成说自己刚才太紧张 忘记载恒教什么了 于是他俩又重新煎烧了一次 男二正现一出场就迷路了 转了半天 他终于找到小屋 他进来之后 士成还是想笑 观察师立马懂了 他俩绝对是兄妹 然而话不要说的这么早 当信之后打脸呀 韩国人第一次见面的必备话题 那绝对是mbti 这个能不能忘呢 士成猜两个男生的属性都没猜对 其实载恒和正现都是一言踢戒 他俩当场认了个兄弟 就打算掰靶子 士成满头问号 要不我走 女儿初雅来了之后 仔亨也给他拿了毯子 因为初雅的名字跟吼呀的发音很像 仔亨马上就开起了玩笑 感觉他跟谁都很容易混手 新人来了之后 又开始聊mbti 士成是enfg 初雅是nfg 女三猪眼一看就是甜妹 而她也是esfg 到目前为止 这个家里全是寄人 男三叫做哲贤 发型看着像是搞艺术的 而她又是entg 我都怀疑 节目组是有什么选人门槛吗 这屋子完全是寄人大团建呀 女四允和来了之后 这屋子里终于来了唯一的屁人 她是estp 瞬间感觉被一堆自律寄人包围了 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很辛苦吧 直到天黑之后 男四龙羽才最后抵达了小屋 她也是entg 男生的性格都很相似 一个个的都是亲兄弟葫芦啊 龙羽一看就很喜欢运动 平常爱吃的都是鸡胸肉之类的 果然 列宗的压轴男嘉宾都必须是双开门 这条铁则啊 不论到哪里都很适用 正希看到其他男嘉宾之后 算是狠狠自卑了 节目组怎么都找的是高个子帅哥 这让他怎么办 不过也有另一件事是值得开心的 那就是啊 我丑没关系 我妹妹是全场最漂亮的 这一点就足够骄傲了 龙羽在后彩中表示 她进入小屋的时候 妹妹就已经在场了 所以她尽量和对方避免了对视 憋笑憋得也很辛苦 大家为了不暴露 也是拿出了毕生的演技 但是外表的相似是藏不住的 大家看到现在 觉得谁和谁是兄妹呢 这次的短信玩法也很不一样 不是发送自己的心动对象 而是要给节目组发送亲人可能会喜欢的人 这就要看兄妹之间的了解程度了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要选择同性 基本也算是人气投票 毕竟给自己选择嫂子或者妹夫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一下能不能跟自己合的来吧 初雅说自己喜欢法国相众的音乐风格 龙羽表示一脸震惊 你是怎么喜欢上相众的 我从出生到现在 第一次遇到喜欢相众的人啊 观察是觉得 这语气听得就很像是清歌拆谈 特别像是在说 就你这样还喜欢相众 装什么呢 这一次短信投票中 得票最多的人是龙羽和世仇 他们可以优先选择房间 大家一起看完整个小屋后 诗成就已经默默站在了最大的那个房间门口 但是龙羽也想选那个房间 遇到这种情况 就只能石头剪刀布了 龙羽成功赢得了最大房间 剩下的人也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 选出了各自的室友 正线折弦一组 龙羽载横一组 然后是诗成和朱妍 允和和初雅 朱妍很羡慕龙羽的大房间 有两个衣柜还有镜子 而其他房间都只有一个柜子 龙羽得知此事 马上就要求和世仇换房间 在这一点上 他真的非常体贴 而石油载横也立刻同意了换房间的提议 不得不说 两位哥哥人都很好骂 初雅一直记得 郑羽提过喜欢的音乐风格 小屋里刚好有这种唱片 他还专门提醒了郑羽 两人的好感尽头 已经一跃能看出苗头了 这节目第一次约会的规则 也是非常刺激 女生虽然可以自己选择约会对象 但不能直接对男生发出邀请 而是要去猜测 对方的妹妹是谁 然后把小纸条 递到妹妹手里 让妹妹转送给自己情歌才行 纸条上还不能写 寄件人和收件人 所以猜错了的话 还是很尴尬的 稍有不慎就会约错人了呀 女生们都把精力 投入到了猜兄妹上 而男生们已经开始思考 想要收到谁的了 郑羽想要收到初雅的 看来那个唱片还是起了作用嘛 而哲贤和龙羽 听了两遍规则都没绕明白 大家都已经起身走了 他俩还在原地蒙圈 笨蛋兄弟的情谊 突然在这一瞬间兼顾了不少 所以龙羽第一个产生依赖感的对象 就是哲贤 不是吧兄弟 你不会要独自开辟新赛道吧 这次男女嘉宾们 竟然不需要凑在一起做饭了 送来的那些便当 都是大家的爸爸妈妈准备的 父母们当然做的都是孩子最喜欢的菜 但是不能暴露是谁家送来的 男生们还在装作室 完全没见过这些菜的样子 哎呀 这是什么菜呀 应该是牛肉吧 这是海带汤吗 我们有泡菜吗 哇 居然有哎 其实昨天父母做菜的时候 他们就在边上看着 对于自家做了什么菜 那是心知读明 现在一个个的眼睛也太好了 女生那边都在楼上写纸条 初亚其实也是想写给正谢的 因为她觉得两人的性格都很安静稳重 应该会是同类 也能够聊得来 朱颜想要写给哲贤 因为她刚才一直在努力活跃气氛 如果更多相处 应该还会有更多有趣的魅力 大家的纸条都写的挺含蓄 因为毕竟还要先给小玉一份看一遍 写的太肉麻就很尴尬了 云和纠结了很久 终于打算写给龙羽 她看起来很和善 说话也挺搞笑的 她就喜欢这种搞笑男 妹妹们凑在一起聊天 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如果自己帮哥哥收到了很多纸条 那是不是可以只选自己 觉得不错的那张转交给他呢 这就等于是提前帮老哥都筛选了呀 规则上明明是让女生们偷偷给纸条 但是根本没有人记得这个规则啊 于是大家就光明正大的送了 事成 初雅 允和全都把卡片递给朱颜的那一刻 感觉她小脑都要萎缩了 大回事啊姐子们 你们都喜欢我哥呀 她有这么受欢迎 然而事实的真相就是 大家只是单纯的脸毛而已 事成和允和都觉得 朱颜和自己的心度男生长得很像 所以才认为他们是兄妹 初雅还是留了半分清醒 她知道朱颜和正解找的不像 但是他们的性格很类似 而且朱颜的性格跟自己很合得来 她就是单纯的希望 朱颜能够是正解的妹妹才选了她 恰好朱颜也把卡片给了初雅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 她觉得初雅和哲贤都有高冷的感觉 听她这么一说 我也要觉得这俩人气质很像了 事成发现自己哥哥没人选之后 笑得特别幸灾乐祸 对不起了老哥 没有一张纸条是能给你的哈 之后吃饭的时候 事成和哲贤是聊得最多的 两人会轻松的开玩笑 事成提到自己经常和家人一起吃饭 然后问哲贤 通常是自己吃吗 哲贤说是的 所以现在能和大家一起吃非常开心 吃着吃着饭 小屋的电话竟然响了 打电话来的人是事成的爸妈 不过这不是整顾环节 是父母真的在关心 事成在节目里适应的好不好 还交代他找男友不要只看脸 顺便还关心了一下女儿的情感状况 而随着这个电话一起公布的 还有事成的哥哥 那就是宰哼 兄妹俩小时候的录像也太可爱了 这么一想的话 他俩是男一女一 刚才一进门的时候没有别人 还得一眼不熟 事成甚至假装没记住哥哥的名字 其实憋笑都快憋出内伤了吧 兄妹俩同小的感情就很好 上的幼儿园也是同一个 生活圈子也很相似 所以从小就很像 长大后一家人还经常一起旅游 家人的性格都很开朗 宰哼的搞笑细胞也是遗传了爸爸 不过兄妹之间经常有吵吵闹闹 也是肯定的 一般都是宰哼故意欺妹妹 比如妹妹生日的时候 抢先把她的蜡烛吹了 经常把妹妹给气哭 不过两人的感情反而在吵闹中更好了 而且宰哼猜到了 事成会喜欢正谢 事成的纸条也确实想给正谢的 看来她对妹妹还是很了解的嘛 传纸条的时候 大家要进入兄妹之屋 朱妍带着那一叠纸条就出发了 而她的哥哥就是龙羽辣 兄妹之间差了十岁 因为妈妈工作很忙 所以都是哥哥在照顾妹妹 帮妹妹换尿布出奶粉这种事 比妈妈还擅长 她觉得照顾妹妹不是作业 而是生活和义务 所以因此还知道了育儿的乐趣 这种哥哥也太好了吧 朱妍觉得她只长得不像爸妈 反而很像哥哥 甚至会怀疑 自己是不是哥哥生的程度 从小她就没有和哥哥吵架的记忆 只有她自己对哥哥生闷气的那种 朱妍是备受宠爱长大的孩子 被哥哥带得非常可爱 朱妍三岁生日那天 龙羽还给她谈了生日歌 这对兄妹也好友爱呀 因为他们家是单亲家庭 龙羽也承担了一部分爸爸的角色 朱妍觉得哥哥是非常可靠的存在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哥哥倾诉 她甚至想过 这辈子太受哥哥照顾了 下辈子想当姐姐来照顾她 现在再回想起来 龙羽会主动提出换房间 就是为了让妹妹朱妍住的更舒服吧 朱妍和龙羽在兄妹之屋见面后 还会互相交流演技 聊天的气氛是真的很轻松 朱妍觉得哥哥会喜欢初雅 因为她有点像龙羽的理想型 韩高温 当然是猜对了 但是龙羽还以为妹妹会喜欢宰鸿 可朱妍选的是折显呀 龙羽得知自己拿到了三票 那个开心的哦 在妹妹面前就完全不用装了 兄妹俩拿出纸条共同研究 一起讨论要选哪张纸条当约会对象 不过这三张纸条里有两张都是写给正线的 只有允和是真的看中了龙羽本人 兄妹俩都很喜欢初雅 所以选了语气看起来像是初雅的那张卡 好消息是那确实是初雅写的 坏消息是初雅对龙羽完全没感觉 她的心里只有正线呀 这下可是要出大问题了 大家觉得小屋里的其他嘉宾 谁和谁会是兄妹呢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呀 这是个新综艺 想看后续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想看的人多我就继续做下去呀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